许多学区的学校陆续开学 许多家庭也陆续在准备采购 家中孩子们的返校必须用品 但对于有特殊需要的家庭而言 这却是不小的负担 帮帮忙基金会 今年首度参与返校用品 爱心联合发放活动 帮助有需要的学童 能够开开心心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这项行之有年的返校用品 爱心联合发放活动 是由Food Hill Unity Center主办 今年的发放范围 包括了Arcadia Monrovia等11个城市 超过2000位低收入家庭的小孩 透过这项活动 收到新学期开始所需用的 各样全新的学校用品以及衣服 同时现场还有数个合作单位 提供的免费礼法服务 以及牙齿与视力检查 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也能以健康的面貌 迎接新学期的来临 我们在Monrovia开始了 现在我们有11个城市 我们为了支付服务 我们现在是一个 超级服务的食物馆 提供危险 和服务的监管 健康服务 食物服务 我们试图整个家庭 帮帮忙基金会多年来 从事国外的慈善救济工作 近几年也开始从事 国内的游民救助 而像这样的返校用品 爱心联合发放活动 则是首次参与 帮帮忙基金会表示 在今天的发放活动现场 可以看出经济不景气 确实对许多家庭 造成相当的影响 但是前来领取 返校用品的华裔人士不多 因此帮帮忙基金会 特别提出呼吁 因为景气不好 不单止主流 其实大家都有受到影响 那有这么好的benefit 我们呼吁更多华人 如果有需要帮忙 一个可以跟我们帮帮忙联络 我们帮帮忙会帮您 想办法转到需要的organization 或可以跟Foolhill Unity Center 他们联络 有需要的民众 可以与帮帮忙基金会联系 或是上网与Foolhill Unity Center联系 获得往后的相关活动讯息 我们下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